廖老師說你從小就是模範是嗎 都第一名 我從小 因為我們家是種田的 但是在村子裡面 插秧第一名 在村子裡面我有個外號 叫做廖家少爺 廖家少爺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現在是台灣民間故事來了 就講到民間故事了 你小時候都是這樣是不是 怕老婆穿你這樣 都要穿著 都要穿著 在那幫媽媽買菜 那因為我 我這樣講好了 因為我念了國小 國中 還有我念中國海專 我就是模範的 小時候在哪裡 我在台南貨幣 家裡有多大的 西教會不會貴 這樣 所以 國小的時候 因為我看到我隔壁同學 大概我們同儕 他們還有念幼稚園 以前都穿一個小圍兜 然後放學回來 都會拿糖果來分給我 你就會很羨慕 很羨慕 那你沒得念啊 為什麼 你家不是很有錢 家裡面沒像他們家有錢 沒辦法念幼稚園 所以我都請姐姐 姐姐國小一二三年級 她升四年級的時候 我才升一年級 但是姐姐的 一二三年級的功課 我都學過了 她回來會教你喔 她會教我 我告訴你 我的記憶力 可以追溯到兩歲 幾乎就過目不忘 而且我會變成是一個大數據 所有的事情 包括爺爺奶奶 或者爸爸媽媽講過的故事 或者哥哥姐姐他們發生的事情 我會把他們歸納起來 然後變成是一個大數據 所以我從國小一年級開始就是 第一名那就當班長啊 對不對 所以我都當班長啊 等到三年級的時候 我們那個是 三年級的導師 是立委的一個太太 立委的太太來當我們導師 但是她不教課 姚恩娘來 你來教課 所以我要先預習功課 然後第一堂課 就要在黑板上面寫國語 然後第二堂課是我在教學 是喔 小老師耶 對 我是小老師 因為我的功課 就一直不斷地超前 就是姐姐學的東西我也在學 然後我上 不管怎麼上課 我都是超前同學的學習 都是超前 所以包含你看念中國海傳 還可以投票變成是 那怎麼會去念中國海傳 應該念到 台大 對啊 而且當年 而且當年有天才兒童 送出國的計畫 怎麼沒去報名 我這樣講好了 我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國中二年級升三年級 參加全國科學展覽比賽 我有報名那個地球科學組 我是第一名 有發明了火箭 是 因為小時候呢 爸爸如果要種什麼蔬菜的時候 都會請媽媽去媽祖廟 求佛 抽籤 他們說要種火才比較好 還是種隔離才比較好 對不對 然後每一次都證明 那個是錯誤的 媽祖沒有不對 為什麼呢 這個籤詞 抽起來種隔離才好 收成隔離才好 也就是介紹好 他也沒跟你說 是你自己在解讀 可是呢 每一個人來求媽祖抽籤的 都抽同一個籤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種 一窩蜂就種 種了之後 當然沒有好的價格 但是呢 如果剛好那一個年度 要讓你有賺錢 特別會出那個籤詩 可能會比較難懂的 比如說抽到什麼 孟江女 孤島長城 孟江女 一定是孤老長城 那種 種江 那你當然是 然後爸爸就不信血 那你就當你什麼 是不是那個廟裡 有那個觀世音菩薩 會轉一圈 然後出一張殲屍那種 以前有十塊錢的那個 不是 不是 電動 電動 那個是電動 我們那個是大廟 所以你有 右手邊是四葉籤 左手邊是藥籤 那你要抽 這一支籤抽起來的時候 如果這支籤詩 可以代表說 我今年種這個 高雷菜如果是好證的 給我一個三姓筊 三姓筊 就抽到這支籤對不對 直手銀帽 好 帽 拿去對 第幾千 第幾首 第五十二首詩 那你就拿來 解讀起來 周文王 可不可承 可承 那你就種了啊 結果呢 何康德什麼人 那個育種的人 育苗 育種苗的人 大家都去買那個 大家都種這個嘛 大家都種這個 所以我從小的時候呢 就一直在應付這些爸爸 說收成不好 價格不好 那就不收成了 那我就會跟媽媽職員 我就說 媽媽說不然我們來去找 找到的三點 八五塊 都是半夜三點 跟媽媽推車出去 然後敲人家的木窗 哪一戶人 隔壁 隔壁村喔 好幾個村喔 今天走哪一個村 然後他那個木窗喔 就是後廚房的木窗 有燈光了 那我小孩子 我就去敲 你怎麼買隔壁菜 三點五塊就好了 三點花菜 更做一塊 也五塊就好了 看到小孩來 他也說 好啦 不然我買三點啦 如果不買 我說不然你買去生好了 不然花菜來打好了 小時候是這樣過生活的 就是主要是爸爸不收成 我就跟媽媽兩個人 就這樣做 菜市場是我生活的地方 所以我們念書 晚上也不打燈光 因為以前紅白線 就一盞十足光的那個燈泡 就從客廳拉到房間 再拉到後廚房 所以晚上 晚上爸爸說 沒打錯喔 不可以打喔 不可以打釘喔 所以你要在醫療 醫療拿出來那個燈泡 然後探到 夕陽西下的時候 趕快把功課做完 所以你要習慣 自己在學校的時候 認真聽老師講課 然後你就要歸納 他的重點在什麼地方 所以考試 哪有什麼複習啦 爸爸 落殘耶 都要下田的啦 所以我從小時候 然後我的功課都是認真聽講 好 還是不好 好啦 楊澤小老師啊 你在當下就已經聽懂老師 譬如說我到海專的時候 你當下就聽懂老師 要考什麼的 喔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習慣 當下就解決所有的問題 然後要反而融會貫通 考前猜題很準 是啦 而且說你從小就是孩子王 對 複習慣 拜六複習慣 我們來行土油雞 因為夏天的時候 大家收成好了 割到了之後 事先我就會安排說 濕濕的 濕濕的土的時候 你就去把那個豬窩頭 把複起來 打個打 打個打 然後呢 可能過兩個禮拜 我們來行土油雞 行土油雞 不然雞要怎麼樣 土 你膠上有刺 你負責去刺 因為你知道什麼人家有雞 然後呢 去頭狼雞喔 頭狼雞 然後呢 你叫人去頭狼雞 我是那個 你負責運籌微臥的 對 因為大家都不敢嘛 然後你就會說 我們怎麼做 你要譬如說好 鳥踏仔 我會做鳥踏仔去抓什麼 這姑鳥或者是 班牙還是婚叫 對不對 狼不然要怎麼樣 這是頭狼雞啊 對不對 小吃而已 沒有 只要大吃 對 只要大吃 所以 要吃水果 什麼人家有種韓籍 有沒有 以前韓籍啦 煩貝啦 或者是那個 熙龜啦 熙龜 巴掌溪 旁邊那邊都是熙龜嘛 那鞋子 去腳鞋子 鞋子以前不用頭髮啦 鞋子都有啊 以前人家還是 很照顧自己的 這些種植的東西 鄉下人家大家都會這樣 所以我們都會 去找藥 但是呢 有一個地方是最好 把所有的東西都擠在一起的地方 加南大鎮 那個水 烏山頭的水庫 放水了之後是耕作嘛 是 但是現在收成 就沒有放水嘛 所以那個分流的這些那個水鎮 農沒水 農沒水 所以就把那個稻草拿來這邊燒 拿來這邊燒 你會燒鞋子 因為要燒鞋子吃 對 因為我發起了 可能會有三個人跟著我一起 可是其他同學聽到的時候 大家都來了 你雞就要吃很多吃 要燒很多吃 唉唷 對不對 要去哪裡燒鞋子很多吃 就看什麼人家鞋子有 你就去燒 那來也不用擋耶 不用擋 肚子 膏膏的這樣 就去燒了 葛仔你現在做好小孩 不然你發下去 要做飯也很快